兰皮尼是佛教四大圣地之一的佛陀诞生地 它位于尼泊尔南部德赖平原的鲁潘德西地区 靠近喜马拉雅山的南路 大约公元前六世纪 西达多、乔达摩及未来的佛陀就出生在这里 他的母亲摩耶夫人在兰皮尼这片土地上 担下了这位佛教创始人 兰皮尼在加皮罗魏国的东面 原本是一个私人花园 属于古代北印度天比城城主善绝王的妻子 这个地方的名字正是源于城主夫人兰皮尼 西达多、乔达摩的父亲 是加皮罗魏国的静范王 来自信奉印度教的释迦族 属于沙地利种姓 母亲摩耶夫人在佛教经典中 被尊称为施里摩和摩耶 意思是吉祥伟大的摩耶夫人 她是善绝王的妹妹 后来嫁给了静范王 静范王夫妇结婚后 很多年都没有孩子 一直到摩耶夫人年过四十 某天夜里 她梦见一头白相进入自己体内 不久后便怀孕了 依照当时印度的习俗 她需要回娘家待产 在前往天比城的途中 摩耶夫人路过兰皮尼花园 被美丽的景色吸引 便停下来稍作休息 在一棵无忧树下 她抚摸树枝时动了胎气 便在书下产下一子 取名为西达多 敲达摩 传说王子出生时 天空出现异象 九条龙从天而降 土水为王子洗礼 天界的童子也前来为他沐浴 他出生后走了七步 每走一步 脚下绽放一朵莲花 并且一手指天 一手指地 说了一句 天上天下 唯我独尊 寓意着他未来的使命 是教化众生 帮助众人获得觉悟与解脱 王子诞生后 加皮罗魏国迎来祥瑞之兆 五谷丰收 六处兴旺 花木繁茂 人们生活和睦 身为加皮罗魏国的王位继承人 西达多 乔达摩 过着优渥的生活 但他对生命中的痛苦与无常 充满疑惑 他开始思考生命的本质 试图理解 为何人们总要经历痛苦和变化 传统的轮回观 并不能令他满足 因此他毅然决然地放弃了王位 家庭和舒适的生活 踏上了探寻真理的道路 前往横河流域的摩羯托国 寻找生命的真相 最终 他在冥想中悟道成佛 并创立了佛教 兰皮尼成为后世佛教徒心中的朝圣地 吸引了众多的追随者 包括印度孔雀王朝的阿玉王 作为一位虔诚的佛教信仰者 阿玉王不但减免了这个佛教圣地的赋税 还在公元前三世纪 新资到访兰皮尼 并下令打造了一根石柱 以示纪念 称为阿玉王柱 这根阿玉王柱高约六米 上面用婆罗米文 记录了阿玉王的到来 并确认了此地为佛陀的诞生地 十三世纪 尼泊尔的马拉王朝开始崛起 当时的国王利普玛拉 访问了兰皮尼 他在阿玉王柱的顶部 留下了一段名文 内容是 祝愿自己和子嗣长久统治 平安胜利 利普玛拉的访问 是这个佛教圣地 最后一次有历史记录的皇家战礼 在他之后 随着佛教在印度斯大陆逐渐衰退 兰皮尼的地位不再受到重视 最终被森林覆盖 直到近代才被重新发现 因为战乱和社会动荡 兰皮尼不再被人们关注 甚至名字都已经被遗忘 1896年 德国和尼泊尔考古学家们 发现了兰皮尼的阿玉王柱 通过石柱及其他史料 经过多次现场勘查 他们最终确认了兰皮尼的位置 这一发现 让荒废多年的兰皮尼花园 重新出现在世人眼前 如今的兰皮尼 由三个区域组成 圣园 寺院区 花园区 圣园是兰皮尼的核心区域 保存了多处具有重要考古 和宗教价值的古迹 此外 这里还有佛塔和多处寺院的遗迹 古迹包括摩耶夫人庙 阿玉王石柱 菩提树和圣池等 这些遗址 为现代考古学提供了 关于佛教历史的重要证据 摩耶夫人庙 被认为是佛陀诞生的确切地点 庙中保留了一块石碑 标记了这一位置 阿玉王石柱 则是阿玉王的历史贡献 成为佛教传承的象征 普斯卡里尼圣池 传说是摩耶夫人在生产前沐浴之处 已是佛陀出生后 首次沐浴的地方 1997年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 将兰皮尼列为世界文化遗产 联合尼泊尔政府和国际佛教组织 一起致力保护这一佛教圣地的 真实性和完整性 本期节目就到这里 如果你对佛陀诞生地兰皮尼 有什么看法 欢迎在评论区留言分享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